好 剛剛各位看到那個兩個圓圈圈的光影 其實就是暗示快樂王子這個雕像 要站在城市的最中央 看著這個城市的人間悲苦 浮光月影 然後有窮人家過著好日子 然後貧苦的人家過著壞日子 那快樂王子的故事它其實 故事線條是非常簡單的 它講的是一個雕像 它被裝飾得很漂亮 是一個快樂王子 因為它有助人向善的善良心地 那它在城市裡面看著 自己身上有那麼多的寶石 可是城裡面還是有這麼多人在過著很辛苦的生活 所以有一個小燕子 它本來要離開這個城市了 因為冬天快要到了 它再不離開它就要被凍死 可是快樂王子就拜託著它說 拜託你聽得到我講話 你可不可以留下來 你幫我把我身上的寶石 顯給那個生命的小女孩 你幫我把這塊寶石 給那個寶府過生活的音樂家 你幫我把這個寶石給那個木匠老先生 然後到最後它身上的寶石 全部都被小燕子送給城裡面需要的寶府人家 可是冬天來了 小燕子來不及揮走 所以它就凍死在快樂王子的雕像腳下 那快樂王子也因為它身上最漂亮的寶石全部被栽走 所以城裡的人就說 哎呀這雕像怎麼變那麼稠 再也不要留它了 所以就把小燕子的屍體丟掉 把雕像也搬走 那這是我們演快樂王子的版本裡面 我們最後選擇的結局 那這故事呢其實很 演出的時候很大的 希望是我們能夠給小朋友看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小朋友看完這齣戲 是掛著兩行內套出來的 然後有的媽媽就會說 你們好殘忍 你們為什麼要演一個結局不快樂的故事 給小朋友看 你們根本騙人這故事叫快樂王子 可是我覺得一點都不快樂 可是這是媽媽的感覺 但是我們其實演出完之後 我們會發一個愛心的小卡片 給每個小朋友 他們可以寫下他們心裡面覺得 快樂是什麼 在那個卡片上要掛在一棵樹上面 那我發現很多小朋友 雖然他們非常難過 和哭著眼睛紅腫腫 然後說小燕子好可憐 他做了那麼多善事 屍體還要被人家丟掉 可是他們就是因為 所以沒有一個快樂的結局 他們開始在想 為什麼 為什麼故事要這樣子 那對小燕子來說 他的快樂是 幫助快樂王子完成他的願望 對快樂王子來說 他的快樂是幫助城裡面的人 能夠繼續好好的生活下去 所以很多小朋友就會開始在想說 快樂是什麼 因為這有一個秘密就是 我們在進場前 我們會訪問排隊的小朋友說 小朋友你們覺得快樂是什麼 然後錄起來以後 我們會再整齣戲演完放給他們聽 然後出去再問他們一次 所以很多進場前小朋友說 我的快樂就是吃很多冰淇淋 我的快樂就是可以每天放假 然後但是出來看完戲之後 再問他們一樣的問題 你就會發現他們的回答完全不一樣 有個小朋友的回答 可能會讓你覺得很心碎 因為他真的懂這個故事在講什麼 他會跟他們說 我雖然掉了很多眼淚 但是我感覺到幸福 那可能是因為他覺得 小燕子犧牲他自己 然後去完成快樂王子的願望 並且讓很多人可以繼續生活下去這件事 對他來說相對的很重要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被很多父母親批評 我們還是繼續演一個不快樂結局的快樂王子 給小朋友看 他現在正在花蓮 然後最近引起的那些迴響 也跟我剛剛講的大同效應 那再次出戲裡面呢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使用了光影的類型 那另外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使用了傑克的鐵枝懸絲藕 因為他跟前面懸絲藕比較不一樣嘛 前面亞國特先生的懸絲藕 他的操縱感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的懸絲藕的高度在這個位置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演員他其實是把舞台 變成一個小舞台 背在自己的身前慢慢走的 然後他的操偶的高度大概是這樣 那兩個女演員那陣子都被我們嘲笑說是二頭雞美少女 他們的男友都不太敢接近他們 覺得他們殺傷力很大 因為演出要一直這樣抬著眼 那那個鐵枝懸絲藕是鋼鐵枝是樹枝的枝 是因為他的頭正上方有一根比較堅硬的 像是用鐵做成的鐵棍 那所以其實你那個敲動感只要稍微的這樣轉動一下 他的頭就可以這樣轉動 那他的形式也比一般的懸絲小 所以他可以做這種好像接邊 然後像剛剛講說 好像一個小皮箱拉開來就可以變成一個舞台 只是我們把小皮箱變成一個小女孩的家 或是一個鋼琴式的家 那整個戲的風格呢感覺是比較像繪本的 因為快樂王子他畢竟還是有一點文化色彩 所以我們在考量整個美學的風格的時候 我們也採用這種感覺比較像歐洲 東歐的街道啊或是一些繪本的顏色 那麼接下來咧想要再跳回去給各位看的是 2005年的戲海女生龍 一月上班